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心中引下足印 魂上那光輝露 留下火衝天 驚世莫陰生魂 大大哥 你怎麼會在這兒 倫敵點了我的穴道帶我來的 你快走吧 我不想再見到你 你已經是呂倫的人 我們不應該再見面 白大哥 你 我東方白不想跟自己的徒弟搶一個女人 是 我是沒臉再來見你 可是錯不在我 我不是在求你什麼 只是你為什麼說這種話來傷我的心呢 為什麼 一個人是會變的 不管你說不是假情假意還是什麼 你還是快走 她才是你真正的丈夫 你這麼說是想犧牲自己而存錢我和倫地 是不是 白大哥 你錯了 其實我的心一直是屬於你的 我是那麼好嗎 你看看我現在 開了這間妓院 有多風流快活 今天翠環 明天天香 天天如此逍遙自在 你認識我的日子實在太少了 白大哥 你何必自己騙自己呢 如果你認為你這麼做 可以使你快樂的話 那你就這麼做吧 我可以馬上走 我這一輩子絕不會再來煩你了 何必把自己說得那麼可憐 你要是喜歡留下來 我也絕不會趕你走 你長得的確是很漂亮 你留在這兒 可以像其他的姑娘一樣 幫我多賺點錢 你要是想跟我的話 本大爺不喜歡 你放手 別管我 別管我 師父 你跟月姐姐說了甚麼 你看看我這樣辦得像不像 師父 她為甚麼要走 你跟月姐姐說了甚麼 別說她了 別說她了 你先告訴我 我像不像南昌惡客 師父 我這麼辛苦才把她找回來 你為甚麼把她弄走 我沒有弄走她 是她自己要走的 難道我還要拉著她 還挺像 師父 你正經點好不好 你是峨眉的掌門 弄成這個樣子 你說像甚麼 你敢這麼對師父說話 多虧了我這個人不在乎這些 要不然就按門規處置 大師父 你看你現在像甚麼 你怎麼還有那份心情開玩笑 這好玩嗎 師父 月姐姐是真心愛你的 你把她找回來吧 說得對 現在對於我來說 已經再也沒有愛情 只有仇恨 六指秦摩的至尊功 就快落成 將有一個開宮大典 我現在辦成這樣 我要潛入至尊功 消滅六指秦摩 師父 你聽著 我收你為徒之後 沒有教過你甚麼好功夫 而且我這一去生死未卜 這個妓願就留給你了 師父 如果你喜歡 可以學我一樣 做個歸功 你要是不喜歡 那就任由你處置了 師父 我跟你一起去 金剛紙 哪製得了八龍天印 你去就等事送死 師父 聽我的話 留在這兒看著妓院 師父 你要是還把我當師父的話 你就要聽我的話留在這兒 師太 你受弟子為徒吧 出家為泥 不是說說那麼容易 試問有多少人 可以真的看破紅塵 師父 師父 我看你沉緣未盡 要是就這麼常伴清燈念佛 憑你怕你以後悔後悔的 弟子心意已決 希望師太可以成全 唉 世上的一切 就像一場夢 只有時間一場 很多事就會自然地忘記了 師主 為情所困的何止千百萬 你這麼做有何苦來呢 弟子已經心如止水 如果師太不肯為小女子剃肚 弟子就只有常跪不起了 那好吧 後山有個狄塵牙 你先在那兒靜思一個月 如果一個月之後 我看見你還在那兒的話 我就給你剃肚 多謝師父 阿彌陀佛 你叫我東方白 你既然不肯以真實姓名相告 那我就只有叫你東方白了 難來叫你威啊 那姑娘叫我有什麼事呢 我是叫你嗎 我只是想問問你看看你去哪兒 等我看見我爹的時候也好問問他 如果真的是你偷的 我一定找你要回來 那好吧 每個月的十五 我一定在地玄山的望波亭上上月 您要是有興趣的話 那就一塊兒去 如果你有一點惦記著我 你看見他就像見到我一樣 你們也真實的 難道我孫女嫁人 又不關你們的事 這說什麼呢 白大哥 你 你終於來了 有話 好吧我答應你們 白大哥 我辜負了你 我辜負了你 這顆血魂柱還是還給你吧 何方神聖 竟敢對大爺無理 有膽的你出來 你是要犯的 我也是要犯的 怎麼您要叫的做我沒有 我想借來做做 我不借又怎麼樣 我南昌客從來不殺無名小卒 聽著 我叫做寧莎作莫放過 信你明爹 我爹死了, 你去陪他吧 老夫失陪了 你別走 你怎麼又跟來了 師父 快點 師父 你再跟著我 就別叫我師父 我 船家, 你能不能送我過河 好 這位大爺請上船 你為甚麼老跟著我 師父, 我… 是不是讓我打你一頓, 你才跟走 師父, 你聽我說 好, 你說完了馬上走 現在只有仇恨的, 不是你一個 我也是 六指秦摩殺死我父母 說到仇, 我比你還深 是真真真正的泄海深仇 可是為甚麼 為甚麼你不肯讓我跟你一起去 你說, 你能說服我, 我馬上走 倫兒, 你還年輕 你還有很多機會 練好武功再對付六指秦摩 可是我已經六十歲了 自從出了月華那件事之後 我已經心灰意冷 明知道要送死, 你還要去 這全怪我不好做出那種事 死對我來說, 那又算得了甚麼 師父, 讓我們一起 幹一件轟烈烈烈大事好不好 你這有何苦 師父, 我已經決定了 就算你不讓我去 你也該知道是甚麼結果 倫兒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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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們師徒兩個 去對付六指秦摩 但是你要答應我 你要是還能活著 就去找月華, 你要照顧她 我們師徒倆太對不起她 師父, 你也是 師父, 你坐在這張椅子上 真有王者風範 武林盟主這個位子非主人莫屬 是真的 祈福 祈福 下個月初一 就是至尊公開宮大典了 你準備得怎麼樣了 屬下剛剛巡視過 已經全部完宮 而大典的情鐵已經全部派拓 相信大典那天 各門各派一定會給主人朝拜的 做得好 不愧是我的左右手 多謝主人讚賞 只要主人說句, 有誰敢反對呢 用不了多久 我就是武林至尊 有誰敢不向我臣服 你們說是不是 是, 主人 好 做得好 爹, 不如你做皇帝了 做皇帝朝拜你的人更多 簡直瘋狂 少主人 你們這邊簡直是瘋子 少主人 不要管他 國瑜他還是我兒子 現在沒有一點像我 被我爹做武林盟主 喝 要是我應該開心才對呀 開心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老是跟爹做對呢 爹這個位子 將臉書留著給你做的 我不要做 你看看你那個樣子 跟那些瘋子有什麼分別 爹 你已經殺了不少人了 你不再殺人成不成 順我者勝 你我者死 誰鬥得過我的八龍天音 不殺人 主人請息怒 少主人一定是酒喝多了 只要說我得到這個八龍音 乃是天下無敵 所有的人都要向我臣服 就想不到偏偏我的兒子不服我 親父 是 我從明天開始 閉關 你給我吩咐下去 不許人騷擾我 但是至尊宮就快開幕了 我要煉成一種 使人迷惑 迷人心智的情音 讓天下的人 個個攻守稱臣 包括我兒子 是 主人 是 主人 開宮大殿之前 你把譚生那伙人給我抓來 你免得他們搗亂 是 真不知道爹和娘去哪兒了 找了他們這麼久也找不到 我看不會有事的 也許他們正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練武功 希望如此 我總是擔心他們會出事 我看不會的 黑神君不是師父的對手 吃飽了沒有?走吧 小二 你說我們往哪邊走才對呢 你看那邊 是甚麼? 是師父的獨門標記 花柄就是表示師父去的方向 那我該往那邊走啊 走吧 小心,提防有炸 不用擔心 這是我和師父的聯繫暗號 沒事的 你們到底來了? 黑神君 黑神君 沒想到吧 黑神君 我爹和我娘到底在甚麼地方 他們 你們 抓住小的 你還怕大的會不會來嗎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暗號 你忘了 我是他舅舅 我沒有你這樣的舅舅 廢話 你們是自己跟我走 還是要我動手啊 你別在這兒做夢了 走 魔驚 義妃,走 走 你們怕好不掉的 羽霞 我看你往哪跑 羽霞 走 起來 我是你甚麼人 主人 跪下 你的仇人就在前面 打他 好了 我終於成功了 你們兩個出去 是 黑神君 你做得好 主人過獎了 主人吩咐的是 屬下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你這個喪見天良的老賊 遲早死無葬身之地 你罵個夠吧 一會兒你就變成行吃走肉 我要你去東 你不敢去西 你簡直是妄想 我談一非 大不了是自行了斷 主人放心吧 他全身的穴道已經被我封閉了 想死沒那麼容易 聽見了嗎 他身邊還有一個行玉祥 他到哪兒去了 屬下一時失策被他跑掉了 不要緊 你要他也跑不到哪兒去 還是謹慎一點好 別忘了放乎跪山 後患無窮 你說對不對主人 一非 一瞎 一非 黑老弟辦事 天一辦地一辦 這怎麼成啊 居父你怎麼抓到達達 在下就是怕黑老弟會失守 所以一直跟著他 多虧我及時趕到 要不然他早跑了 你辦事很周詳 多謝主人讚賞 黑老弟 我幫你把那個丫頭抓回來 你還不謝謝我 你真行 行啊 主人 我們怎麼處置他們兩個 不容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用他們試試我的 八龍迷親大法 讓他們聽完以後 乖乖地聽我的話 你做夢 你們聽著 叫我主人 老賊 你這個殺人狂魔 怎麼會 我不信 老賊 你這叫什麼 迷心大法 談得倒是好聽 想明我們的心神 沒那麼容易 切有此理 我要你們死 爹 放我們吧 拿出去 是 爹 你給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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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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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一會兒吧 主人 看來八龍迷心大法太傷元氣了 您以後不要再練了 是啊 不行 我要練 我要練成迷心大法 主人 主人 不可能 我明明練成了 他們怎麼會沒事呢 也許他們兩個的內力比較深厚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控制 爹 別看來看我了 我看少主人對主人越來越不滿了 我怕他一個人會跑出去 越說的是什麼意思 找個人看著他 一來可以不讓他走出鬼宮 二來又可以有人保護他 比較安全一點 找誰來保護他 是你出的好主意 當然應該由你去了 我哪擔當得起 那個人必須是主人的親信 而且他的武功也要非常好 我看那個人非齊大哥莫屬啊 對 應該由你去保護心職 你要好好地看著他 我身邊有黑慎君行了 是 主人 韩大哥 韩姑娘 小兄弟 這是少林的九轉狐鈴丹 你快吃了吧 可以幫你們治傷的 小兄弟 謝謝你 有沒有辦法放我們出去啊 你也不是看不見啊 有個哈巴狗整天跟著我 要說我跟你們差不多啊 其實我也想走啊 眼不見心為鏡啊 你不怕他聽見啊 怕什麼 聽就聽見了 我才不怕呢 秦鋒 你說你是不是哈巴狗啊 你們看看 你們看看 又剩兩條人命啊 我簡直快受不了了 小兄弟 你們知不知道 每天都有人死在這裡 只要谁不服我爹 他们就把他杀死 我没用 我没用 眼看着这么多人死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兄弟 你别这么说 其实你已经救过很多人 只不过 你不能够大义灭亲 他是我的亲爹 少主人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主人可能很想见你 不用你那么好心 你别再跟着我好不好 我觉得你不止像只哈布狗 更像个吊死鬼 少主人 用不着发那么大火 我这么做也是主人吩咐的 我有什么办法呢 主人 主人 主人让你去死 你怎么不死 就是狗 也知道回自己的窝 好 我就不信你不睡觉 看着 你迟早会找不到我的 这一点我很放心 现在鬼宫的每个角落我都派人把守着 你想跑 别费心思了 整天被吊死鬼跟着也够烦的呀 你来干什么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非常清楚 其实要出这个鬼宫也并不难呢 你也有办法 快说 有什么办法 那要看少主人有什么好处给我了 我黑神君向来不做亏本生意的 这样吧 有机会呢 我一定在爹面前帮你说几句好话 太简单了吧 未必啊 你说我爹要是知道我跑了 那祈福会有什么后果 好 我帮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是我帮你的 好 一言为定 我一会儿再来 又是两个 真是心疼手了 别那么大声音 一会儿该轮到你了 快找吧 有没有找到 找不到 找不到 糟了 你不想回到我了 你不想回到我了 他怎么回到我了 我怎么回到我了 至少 你不想回到你了 那我必须回到我了 走 是你们的主人了 快叫我 主人 谭义飞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男人 不是 是女人 是 我是女人 不是 是 你是女人 不错 我是女人 看来我的迷心大法 练成功了 恭喜你 主人 这两个家伙 以后要听我的话了 如果心知还是这个样子 迟早会轮到她的 主人 少主人不见了 我不是叫你寸步不离的吗 他怎么会跑掉的 秦老兄 你怎么那么粗心大意的 万一少主人有什么三长两短 还不赶快派人去追 是 快去 要我扮成这样 弄得浑身不舒服 师父 先别说了 我看还先找点吃的吧 有人 谁 新直 是我们 吕大哥 前辈 你干什么 他 差点射死我们 我刚从鬼宫逃出来 刚才我还以为是祈福 你为什么事逃出来 我爹现在已经失去长性了 他每天都要杀一个人才舒服 还有 他正在练什么八龙弥心大法 我劝他也不听 围棄就跑出来了 八龙弥心大法 是 他可以使人心智迷惑 听了那种奇音 人就会变得迷迷糊糊的 任由我爹摆布 他现在练成功了 快成了 我爹要是真的练成功了 那武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前辈 谭大哥和韩姑娘被抓进鬼宫了 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这是真的 是 师父 我一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好 等开宫大帝那天再去救他们 可能还会安全点 这样也好 你先去找点吃的来 我们再重尝计议 前辈 那祈福他 朕就别担心 这离鬼宫那么远 师父 我走了 对不起啊 小兔子 不是 彩天 clay 公主 我是 天 廝 到了 孙erus 可是公主 很多人都保喪了 不然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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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我们怎么办了 警官齐变 再想办法走 东方白 我劝你还是快点投降吧 东方白 你要是肯投降 我保证你的安全 前辈 我掩护你 你快走 没用 小蝎前辈 是迷信大法 前辈 前辈 你怎么样 前辈 扯现墨偶总比死尸好得多 我要让东方白成为我头号杀手 去抓住他 东方白 你也会有今天 你跪在那儿干什么 还不向我磕头 快点 我让你磕头磕得有声音 天天你 你为什么这么听我的话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 好 那我现在给你个任务 试试你对我是不是忠心 用我这条皮鞭子狠狠地教训他 来 白大哥 白大哥 你不能打啊 你真的变了 你说得对 他已经不是东方白了 他是个受我控制的木偶 打 白大哥 别打 米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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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练成 八龙弥青大法了 下一次就轮到你和他了 干什么 整天心不在焉 你要是不想练就吭声 师父不会勉强你的 师父 你不必说了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吕伦 他怎么对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要是还想着他的话 你可真的是无药可救 师父 你别逼我了 我真的忘不了他 以后江湖上 重振飞燕门就全靠你了 我不是不想 我真的做不到 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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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撇开那件事不说 那你爹和你弟弟的仇 又怎么办 难道你就真的这么狠心不理 你要是真的不想报仇 那你就走吧 师父 红二 别让秦子害了你 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报仇 重振飞燕门 你自己想想对不对 不错 我还要为我爹报仇 我 在那迹空中伦下纷纷 沿着那天边路 沿着那天边路 留下我响押千里琴音 心引 雲端 刻出我應